小黨也沒有要特別去對付哪一個政黨或者清算哪一個政黨 我們要求的就是一個公平的機制 那過去台灣經歷了無數次的一個民主改革 好不容易今天有了一個初步的成果 但是對於政黨的這個管理還是處在一個非常尷尬的一個環境 那就是沒有專門的法制去規範 那過去有某些政黨因為歷史的因素或者以及法令的不完備 變成合理化的去徵收民產或者接收國產 那甚至是成為國家的機器直接去介入去幫助特定的政黨 那一直到了今天這些龐大巨額的財產 並沒有隨著民主化的一個進化的一個過程當中 完成相應的歸還給國家的程序 反而被用來與民爭利或是進行不公平的政黨競爭 嚴重破壞了民主憲政 那因此呢如何落實政黨的法制規範 讓人民依法治黨 讓政黨沒有法律之外的組織 也沒有法律之外的財產 意思就是說未來我們希望就沒有所謂的 複聯會軍有社或救國團等等的這種組織 只有地方黨部的這個概念 那這一次本次親民黨所提出的政黨法的理念 雖然版本跟其他政黨提出來有所不同 但是我們追求的就是要讓人民能夠公平 公正 公開 透明的去參與這個政治 也讓人民真正能夠有一個當家做主的一個精神 所以在這裡希望各位同仁能夠予以支持 那以上提案說明 謝謝大家 好 那我們請內政部的陳市長說明並回應委員的提案 我們沒有了嗎 好 那我們請內政部的陳市長說明並回應委員的提案 主席 各位委員 今天各位委員會聯席會議召開 並按審查 國民黨黨團 親民黨黨團以及